這是香蕉 是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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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你表演 一開場就在吃芭蕉 要橫著吃 橫著吃 橫著吃啦 橫著吃 橫著吃 對 所以不要張太大 對 直著吃要轉回 不能吃耶 你看 哇 陽光出來了 這一整集就是帶大家 吹吹太平洋的風 看太平洋的浪 聽太平洋的浪聲 哇 大雨 叉叉叉叉叉的一盞 不怕耶 這一集標題就叫人生 就是白馬上 我在這邊跟你們說 每一天的問候 叫他幾萬塊 再見 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再見 你知道嗎 這是我早上跟宇宙群的願望 可以嗎 我說如果要來海邊的話 帶我到岸邊有那個 遠遠濕頭的海邊 遠遠濕頭 因為你喜歡聽這個聲音 我很喜歡聽這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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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你不要再 在這個 要帶回去的聲音 不許願成功了耶 真的 就聽到了 我 你為什麼要坐這集呢 你們為什麼要坐這集呢 太平洋的風 蠻好的 嗯 冰冰浪生 我覺得好像是我上頭和紅色的 我覺得好像是我上頭和紅色的 那我們可能在那個時候是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集沒有要介紹什麼旅遊資訊 我們就是跟觀眾一起分享我們今天看到的太平洋 吹到的風 好 然後我們一起來聊聊人生很深的問題 跟太平洋一樣 我這邊準備了四個信封 每一個信封裡面都有關於很多人生不一樣的問題 你們可以隨意選一個信封 從裡面抽出答案 然後問彼此 然後回答彼此 我們先看一下他有什麼故事 好 我今天沒想過 我今天沒有想過 我昨天沒人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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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東西 我昨天沒想過 我昨天沒人說過 有一天就在想 這到底算是個時候 有一天不在想 到底 何時跟什麼都是 你看不開的 或許自己都要去玩 看不開的 或許不一定都要是關 終於我的生命只剩成功 活著 一生三個絕對的 終於我的生命只剩成功 活著只會呼吸吃白喝水的生活 這一個 有一天我在想 我到底算是個什麼東西 當我感到身心浩劫 情緒低落 從事哪些活動 可以令我帶入這份情緒 出去走走 看看大自然 像上一趟我去冰城的時候 阿兵帶我去喝酒 那天晚上 我把鞋子脫掉 腳踩在水裡面 我覺得我有被大自然療癒到 我就是去京都阿 然後我給自己排人十一天的休假 然後我每一天的下午的情傳 都是去鴨川旁邊 然後就是一天的餐餐 然後看烏鴉 就坐在那邊什麼事都不想 也不看手機不聽音樂 就是單純坐在那邊 也沒有吃東西 就是一座 其實我們有講到的 溝通點就是大自然 對 但是我們的日常 沒有那麼多大自然 當你沒有那麼多大自然的時候 我覺得記得 抱著 暈天 最近我看了一個 AV男優的檔位 它裡面有說啊 你一定要 運動大腿內側 怎樣運動大腿內側 你可以幫我擦一下嗎 不行啊 不是 不是 我如果跟你不好看 男生跟男生 然後你可以來幫我示範一下嗎 我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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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壓我會斷掉啦 就算沒有大自然 你要讓你振奮 你的身心就是用運動 它在哪 在這 就在這 大自然 是這樣嗎 對 大腿內側沒有運動到 以後 你走路啊 很多人就會變很像 看很多老人家 走路是這樣 那總在你年輕的時候 就是訓練 就兩個 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 或是四人 有沒有 但我們這種身份 是不太接你的 你要用力的 拔腳往內 你要夾緊 你要夾緊 然後這一個人呢 要幫他拔這個 你先不要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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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先這樣 好 往內 然後這一個人幫他拔 你咬緊 你怎麼可以衝的 你怎麼可以衝的 我們今天不是來療癒身心的嗎 為什麼沒有歪掉 你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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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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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幫他拔開 唉唷 開開 還要往中間 我中間用力 我中間用力 太開了啦 我中間用力 用力 用力 再次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感覺了 有試環嗎 有得到試環 你覺得人生開心嗎 還不就這樣 你如果生活當中 沒有那麼多大自然 就是做大水內測運動 我今天沒想買 我找不到人說一些話 你喜歡自己成為家喻戶橋的名人嗎 成名之後你最喜歡的部分 這一題是問你怎麼 家喻戶橋的名人 你也算小名人啊 你哪個都可以拿 好像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比較想你小時候的時候 然後 我現在長大 越來越喜歡 做一些這些事情 就有時候這樣子 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你很多生活要分享給你 你知道 就像因為我們要經營社群啊 然後你要很多才多次 一直分享 一直分享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以前是覺得很開心 發自內測的分享 可是我最近發現 我有時候會覺得 我想要享受那個當下 我想要跟別人分享 我覺得我最不喜歡的部分就是 說去吃飯 然後你就是跟 比方說高中同學聊天 然後就隨便聊 你會忘記說可能有人認識你 然後你回家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你小盒子說 你剛剛來我們店裡吃飯 然後或是我剛剛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剛剛到底講了些什麼 那我一點都不想要成為一個家喻戶曉 你已經來不及了 你已經來不及了 一點一點都不想要 我想要開心的表演 然後大家喜歡我的表演 但是在路上看到我 沒有人認識我 對啊沒有人認識你啊 大家很好 大家說叫你阿翔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認識你嗎 哈哈哈哈 就是你他一樣可以做他喜歡的工作 但是他不用提升他的代價 就是被每個人認識 這樣子就是最好的 在外面被認出來 其實好的部分就是說 我的生活其實是掛上濾鏡 每個人看到我都會 把他最善良的 最開心的那一面 呈現給我 所以我看到的是一個 所謂的事件 哈哈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是戴著微笑的 但是有一天 寶貝也突然跟我講說 嗯 你今天沒有去啊 那一間的料理差好多喔 哇 那一間的那一個 他的服務生態度很糟糕 不可能 他們很好 可是我後來慢慢去想 喔 原來是這樣 我的生活是掛上去的 你就是選我的世界的男主角耶 假如有一天 我沒有辦法再看到你 早安 午安 晚安 哈哈 這是楚門世界 他最後要離開那一個 他講 他也喜歡那些 看著他 一起成長的那些人 但是他不想要再 被這樣看到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痛心的決定 哪一天我真的沒有話想看 我在這邊跟你們說 每一天的問候 早安 午安 好 再見 嗯 呵呵 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再見 所以你最不喜歡 或最喜歡的情形 你會進去 他一件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他會帶給你 兩面那 兩面 真的 對啊 你最愛的人會當你最生的 對 我最生的 啊 這個就是休息 一直在說 好不好 母親 我母親了 欸 大家可以母親了 欸 母親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這樣會打擾你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拍張照 我好喜歡可以嗎 可以 就被喜歡很開心 可是我會打擾你這樣 這樣可以嗎 我不想打擾你還是不要 可是我好想跟你拍張照 可以嗎 好矛盾啊 可不可以 欸 母親 對 到底 可不可以 到底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啊 我覺得是開心的 你說可不可以怎麼樣 我還是開心的 拍照啊 可以拍照 但是你說 可是我怕我會打擾你 你在第一刻就打擾我 但是沒關係 我愛你 但如果你現在有聽到 我跟你們講的話 我是珍惜愛你們 謝謝你們喜歡我的表演 但是在路上 你愛我最好的方式 就是 把我當陌生 如果哪一天我沒有再看到你 早安午安晚安 但是我們其實 大家出去真的會很熱情的 想要拍照 我們也是盡可能的 因為搞不好一生就是遇見 當然 當然 真的 這是我在拉伯郎身上學到的 他為什麼一直堅持說 如果我今天輪秀我還是要上去 有些人他一輩子 就那麼一次進NBA看球賽 可是那一天他沒有看到他 心目中他最想看到的人 他有多難 真的耶 如果不需要擔心經濟的問題 我會選擇做什麼工作 進修什麼課程 哇 沒想過耶 我有 唱歌唱歌唱歌 就是唱歌 我現在就想做 這麼任性的做只是唱歌的事情 但是我一旦這麼做的時候 我每個月的房貸 小朋友的學費 還有我們的日常開銷 我完全沒辦法去堵那個頭 真的 就這樣 好 我很喜歡煮東西 然後我最近一直想要去上廚藝課 你去學會廚藝之後 然後你把你的那個菜跟我講 然後我準備酒 然後我們來參搭酒 好 這還不錯 你要做一集嗎 我去你們家煮飯 看有什麼驚喜 好那你讓我去學 該你 如果你現在即將死去 有什麼事情是你放不下 或者是後果 自己還沒有做到的嗎 我沒有 你為什麼會沒有 我就跟你講 我在小巨蛋那一天 唱完那一首歌之後 我跟翔哥 去了一個小酒窖的二樓 就我們那個寶箱 在那個寶箱裡面 我跟翔哥講說 我這輩子想做的事情 我都做了 你這輩子想做什麼 你的人生清單有什麼 然後你check了 我想要出一張專輯 check 對我自己持續創作 然後在一個 我認為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演唱的幾首我想唱的歌曲 小巨蛋 那天就在小巨蛋 唱的兩首歌之後 我就跟翔哥講的這句話 然後你也在全家人環遊世界 我在疫情期間 我很感謝自己做的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一種發光的男人啊 沒有其實 我最近也蠻低潮的 以為什麼都做完了 他就沒有什麼煩惱或是什麼 其實他還是有他的煩惱 他還是會有負面情緒的 因為他負面情緒一來 是你沒有辦法管控的 所以也不一定 人生所有的目標 夢想那麼早達成是好的 是嗎 這沒有一個絕對 沒有一個絕對 我覺得真正就是求一個平靜 然後要去實實 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跟他溝通 你明天死去可以嗎 可以啊 不行 我不行 你為什麼不行 我不能比我媽早死 他還是有牽掛 有牽掛 有牽掛 那你為什麼可以明天就死去 他 我沒有什麼 特別一定想要做到的事情 這很好 對啊 就沒有做到就沒有做到 上課自己 這很好 有些人他承受說 他一定要做到什麼 然後 說真的 你要做到有那麼容易嗎 對啊 他一輩子欲寡花 你 合併 真是合併 我知道 為什麼我會學到這一課 我覺得就是 在剛出道的那個拍戲時期 每個月要經歷的事情 就是一直試鏡 一直被淘汰 一直試鏡 一直被淘汰 一直試鏡 然後你每天的那個失落感就很大 就是你有戲拍的時候 你就很好很好 然後你沒戲拍的時候 你就瞬間就是 什麼都沒有 的那種感受 然後後來突然有一天 我就不想要了 是 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面對這麼多的被選擇 你就選擇你在這行喜歡的工作 因為這行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A咖明星啊 不可能每個人都要當女主角 沒有那麼多女主角跟男主角 沒有那麼多第一名的主持人 沒有那麼多老闆 我覺得人生該罪的就是你的心 對 追到你的心跟他同步 嗯 對不對 跟他一起走 就是你的心跟你在做的事情 是對上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 真的嗎 對啊 明天要死去 到了對不對 就死去唄 有嗎 嗯 他不是寫Open 對啊 中文老闆 花蓮人很任性耶 說休禮拜五然後星期三就休息 說Open然後又不開 嗯 這不開是怎麼分辨出來 是因為下面的柵欄沒有打開嗎 你有看到他們 哈哈哈哈 而且裡面沒有龍蝦 沒有 那怎麼辦 我們再找別人吃的囉 因為有一間網路 怕你們也撐不了太久了 對面有什麼 炭烤啊 炭烤喔 海鮮炭烤 人生就是這樣囉 有感覺配酒可以 你好像就可以 沒有龍蝦寶就是燙烤啊 就是這樣 小眼神 就是下韭菜 沙紅眼 我跟你講 就吃啊 就吃啊 好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是現撈的一隻活龍蝦 然後你要可以做成龍蝦焗烤麵 或是龍蝦寶 現撈 現做 它Open然後它關起來 你還要給它介紹 喔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我差勁了 老闆你有聽到我們的吶喊嗎 可惜無緣 先抽一題 如果明天清晨醒來 可以得到一種特殊能力 你會希望是什麼 我希望我可以飛翔 你希望你可以飛翔喔 對 這是我跟臭寶最想要得到的特殊能力 我希望我可以回到過去 那現在選一刻 就是那一個moment 那一個精準的moment 你要去哪裡 很簡單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跟我媽還有跟我外婆一起吃火鍋 因為我媽過世啦 然後以前我們最常的就是 每個月就是我媽跟我外婆都超愛吃火鍋 所以我們就很常假日 三個人一起去吃火鍋 就是一個很日常的事情 是我最懷念 吃著吃著 你有什麼話想跟她講 今天沒有那麼感性 今天療癒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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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個實際人 你會不會試著想要改變過去 當然會阿 會對不對 一定會的阿 你會不會有很多時刻 或是你覺得如果你當下做了一個 不一樣的決定 後果會不一樣 會 我沒有去想這一個 如果今天有一個AI公司 他說 他可以送給你一個AI基建 跟你媽一模一樣 你願意接受嗎 我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那個靈魂根本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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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他 我不願意 有些事情過了就讓他 反正你會得到的東西 他就是會在你 你不會得到的東西 你努力求 他有一句佛說 命理有時終須有 命理無時莫強求 人生就像龍蝦寶 他說Open你也吃不到 所以 握名 橫批 白芒一場 對 這是什麼 對 白芒一場 真的嗎 真的回到這句話 Have you heard about summer snow 我小時候看 時尚玩家的時候 心裡就想說 哼怎麼不來找我主持 結果現在你們就在我旁邊了 我輕輕許的願望就實現了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不喜歡這個 哈哈哈哈 我們說的是成就 跟運氣好不一樣 這不是運氣好 這是一個業力的牽引 寶傑你怎麼看 寶傑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一集 你如果喜歡的話也不用按讚 最大的成就 我自己內心認為就是有一個 我覺得很幸福美滿的家 這是我最大的成就 而且我的兩個小孩 我自認為 超傑出的 而且 另外一個澀澀的就不要講 哈哈哈哈 目前所選擇的職業角色能帶給我 身心的安視快樂滿足嗎 十年後我依然想做這件事 在目前這個角色裡 那我覺得這一個題目我的答案 是一半一半 因為我在中間拉扯 我在家裡曾經覺得 我看完腳本很多時候我看完腳本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重複做這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一個 綜藝過度的人 綜藝過度 綜藝過度 這些事情是一個無限循環 如果說今天這是一個 十八層地獄一直在懲罰你的事情 你就是重複做這個事情 你覺得你跳脫步 重複這段表演 對 那昨天晚上的那一段主持 又讓我覺得可以當主持人好棒 我好希望可以到死前的那一刻 還是當一個主持人 嗯 當一個主持人就是你可以 把別人心裡想說的話 他壓根 壓根也不會想說 我大輩子會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講出來了 而且 在那一刻 全世界 整個宇宙都被他撼動的時候 你把那一份余溫 帶到你的家庭的時候 是當一個主持人最棒的 真的 我好像最近也有這種感觸耶 就是當別人跟我們說 就是 他因為在化療的過程中很痛苦 然後但是因為看了我們的節目 覺得很感謝我們陪伴他 然後讓他覺得很痛苦的時候 還是有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我就自己覺得說 嗯 好啦我們 我們是值得的 我們燃燒自己是值得的 因為有人因為我們而療癒了 我還是覺得很值得啦 我還是會想做這件事啦 可是可能中途要常常逛家 因為很累 因為你會一直跟自己拉扯 有時候是你的心裡 有時候是你的身體 沒有辦法負荷 我覺得是情緒的壓力 因為做這個工作 你要一直保持亢奮 然後你回家冷靜下來 然後你很難調節那個對比 然後那個對比會讓我很不舒服 最喜歡吃這種巧麵耶 最喜歡這樣子了 這個好吃啦 別吃別聊 白菜 肯定好吃 乾杯 嗯好好吃喔 跟你們吃東西都好好吃喔 有時候啊 你在經過10年以後 你會很感謝 如果這個節目還在的時候 你會很感謝這一些老單 真的 他們會在吃蛋的時候出現 然後把你拉到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要來到這個環境 那我很感謝你們耶 因為重新獲得一些能量 再回去面對現實的殘酷 沒錯 因為昨天我打電話給你 你問我要去哪裡 我說去花蓮 你是不是有遲疑五秒 你是不是心裡很美頌 因為我 我是連續工作 密集的工作 跟那個壓力這樣 然後昨天又是夜市 很晚才回去 這樣 然後我 我眼睛又爆掉 這樣 然後今天又要這麼著 就在第一時間 我沒有辦法去說 我今天要去花蓮 我沒有辦法 我開心沒有辦法 我一直想尋回說 我第一次出外景 人生說 你明天要去花蓮的 那一個感動 我說 我要去花蓮耶 我開心的 跟我哥哥說 我們要去花蓮 他說 你因為你的工作 可以去到花蓮 我很驕傲的跟他講 可是怎麼會 我昨天收到的時候 然後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去花蓮 我想尋回我的初衷 但是我需要一點點持著 我懂我懂 那跟兩位報告一下 我們其實還有兩個景點 對不起啊 不是 今天沒有要去了 只是跟你報告一下 我今天還本來有打算 帶去秘境的 然後去沖庫墓的 但今天就這樣吧 人生設的目的 達不到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對啊 還好 一切都是剛剛好就好了啦 之前他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網友都在沙面罵他 但現在很多網友說 學姐好可愛喔 我可以認識學姐嗎 終究的 找到這一步 算是你的現世報 美麗的現世報 也不是 美麗的現世 大家終於發現了 不是不報 有顏值真好耶 真的 我也想打他 再跟老闆報告一下 他 你知道他很愛追星嗎 他都會自己 去韓國 24小時 當天來回 有網友想看嗎 他行程有夠瘋的耶 有網友想看 我們就拍一次 他應該是點擊率最高的 嗯 沒有 你爸爸有在看到這碗嗎 有啊 喔這下好了 那他都很快就會知道了 問他問他 我們應該注重今天還是明天 當然是今天呢 因為你不知道你有沒有明天 我覺得當然是把每一天都做好就好 永續想未來 阿姨也要想啦 那就是先把每一天都做好 明天睡前想就好 有 你睡前就是好好的睡吧 睡前想就好 明天還是今天 今天 今天 絕對是今天 如果還有明天 明天還是今天 明天還是今天 明天 明天 大家好好把握每一天 因為明天也會變成今天的 沒錯 好喔 謝謝大家陪我們度過如此 慢節奏的一集 喜歡的話我們下次再做一集 戶外的談話新節目 戶外的談話新節目 敬你們喔 敬你們喔 好不好 今天都開心 一起把握今天好不好 好 好 再見囉 喜歡的話 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再會 拜拜 拜拜 再見 不要有一些歡迎 唉唷 不要 好難 他很開心耶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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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對啊他真的很開心 我們B啦 B喔 但是我這個 因為 會傷害到別人 我覺得還是... 我不相信 你傷我試試 真的啦 好 我們關機 好 關 就是說 就是這個啦 他投露出來的 什麼什麼什麼 你喜歡投露出來的 我先敬你一下 敬投露出來 好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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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